鴻海董事长郭台铭临时通知开记者会说是要做一件温馨的事 结果是有小朋友寄信给郭董 希望他帮忙宣传一部关于老鹰的纪录片 不过记者会现场小孩的同言同语却让郭董嫉妒笑场 鴻海董事长郭台铭表情一派轻松现身媒体面前 今天要谈的不是国家政治也不是社会经济 而是要听小朋友讲讲环境生态议题 所以你希望说除了让大家了解 那个保育老鹰的重要性 不要用那个家 家宝福 家宝福的毒药 自己给 和老鼠药 和老鼠药 原来是有小朋友不忍心看到 保育类动物黑鸢渐渐减少 主动寄信给郭台铭 希望郭卑卑能帮帮忙 宣传老鹰想飞这部纪录片 老鹰已经快 摩尼也灭 灭绝 摩尼也灭 加强 保育 是不是 郭台铭好了 你来 宣传一下 我们来购买供博拳 然后在未来一年 甚至更长期的计划里面 让全国的小朋友 国小国众都可以来申请 透过这样子的方式来协议 其实也照顾到民国的民众 如果每个农业都可以用 比较友善的方式来承动农业的话 那其实对它是非常好的方式 郭台铭郭首证 这次不止联手 不是在商场上功成略地 而是希望能发挥名人效应 吸引民众重视生态浩劫 记得把小朋友看不到